家里人都养了 把这几种蔬菜的根部在锅中煮一煮 没想到还有这种效果 小香葱一把切掉根部 一定要带一部分葱白 大葱白一段带着大葱的根部 香菜一把切掉香菜的根部 白萝卜一根切掉根部 再切上几块白萝卜 萝卜一定要多放 大白菜一颗切掉根部 生姜一块切成姜片 往盆中倒入少许的玉米淀粉 加入适量的清水 由淀粉水能很快的洗掉 蔬菜根部的泥沙 锅中加入一大勺清水 下入清洗干净的几种蔬菜根 下入切好的姜片 下入一把冰糖 盖上锅干 锅中的水完全开锅以后 煮至25分钟 煮至时间到以后打开锅干 一款生姬版的四根汤就做好了 煮好的蔬菜水一定要趁热喝 感谢大家观看